嗨 能遇见你多么的幸运 一起为生命订阅觉醒智慧 来点有温度的香与光 等节目由香光尼僧团企划直播 来点香光的朋友你好 我是观音学院元学法师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善用行车念佛 在这个时代里 很多人都说很忙 师父哪有时间用功念佛呢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行车练佛的好吃 我们要出门花车的时候 首先念十念佛 也就是一口气一念 十口气十念 并且花愿 愿所有行车者 如果是忘了也没有关系 也就是我们停红利灯的时候 培养练佛 每次停红利灯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念 养成习惯 养成习惯 很自然的 停红利灯的时候 就开始练佛了 所以这样子呢 一日复一日 一月又一月 一年又一年 慢慢累积下来的功德 很自然很自然 而且你会发现 还有当下你就是在修福修会 一句佛号真是很奇妙 现在来跟大家分享 广亲老和尚的开示录 有一位老菩萨 是他在家的皈依弟子 有一天 他就拜他的儿子上瞻 要拜见老和尚 那么他里做完之后 妈妈就跟老和尚说 叔父 我今天这个儿子 他是医学博士 是某某间的医院的院长 老和尚说 好 很好 妈妈又说 那么师父 我都在念佛 我这个儿子 请求师父 教一些佛法给他 那老和尚就说 他妈妈又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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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怎么又叫我念佛 我妈妈不是日念佛 我怎么跟他一样呢 他心里就有一点不符 然后就下山 下山的时候是不是落车 当中他的车子 我心动你知道 前面他是执行的 那么很醒的有一辆是 军人开的那个滚车 在那里就滚进了 然后他就 怎么怎么呢 动不掉 然后 差个一点点 几秒 零点几秒 零点几秒而已 就相撞 后来 他儿子 顿然开悟 原来老和尚叫我 练阿弥陀佛 他停下来说 妈 我们转头回去 跟老和尚顶礼 然后他们就转身 去见老和尚 把这件事情 跟老和尚表白 他妈妈说 主啊 今天是阿弥陀佛救命 不然的话 这场车祸 真的 男堪 阿弥陀佛 他儿子啊 经过这一场的考验之后 才了解说 哇 原来追及阿弥陀佛的功德 这么大 所以啊 他对阿弥陀佛就有信心 就开始 学佛 开始修炼佛法门 所以他 跟他的亲朋友 还有病患 都 劝人家炼佛 所以说 这个佛号 真的不可思议啊 所以我 跟 几位朋友 有缘的朋友 在行车的时候 多多多利用这个空档 来练佛 当中的你会无比的 滑喜 无比的快乐 来来往往的人 每尊都是阿弥陀佛 会觉得说 哇 原来佛的 化身 有这么多呀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祝福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